风潮岛这鞋之战马上就要落下帷幕 为宝爱徒英雄卡普最终被与之溪流偷袭刺伤 海贼王漫画1087画的首批情报已经更新 本话标题为战舰杀袋 本话的一整化内容都发生在风潮岛 卡普与曾经的爱徒亲自 以及黑团成员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战斗过程中出现了卡普和亲自曾经的回忆 在回忆当中 库赞曾经在卡普的指导下进行了修行 他修行的对象则是把战舰当成了杀袋 紧接着卡普为了保护自己的爱徒克普 最终被与之溪流成功刺伤 之后卡普还和自己曾经的爱徒 铺赞抵平了霸气 双方之间的霸气缠绕权 对拼后造成了大爆炸 在本话的最后卡普倒在了地上 之后他还告诉自己的爱徒克普说不要慌 正义必胜 最后最为重要的是下周库修刊 根据已知的情报来看 剧情的发展似乎已经被大部分观众给猜到了 两年前白胡子被人阴雷岛导致战力迅速下降 两年后卡普也被人阴雷岛强妙地削弱了他的战力 根据之前对于顶上战争风潮岛之间的对称剧情来看 卡普大概率不会死 他和克比大概率会双方平安离开风潮岛 而后红发相隔思或使其他人很有可能会出现并且纠缠